鬼 我们家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可是你亲妹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鬼 我没有你这个妹妹 出去这么东西干什么去了 挺着个大肚子回来了 哥 我不是想让我出去那么多年 我想你们了 所以我才回来看看你们 看我 看我就挺着个大肚子回来 让街坊邻居看到了 我还要脸不要脸啊 哥 别人怎么说我也就算了 你可是我亲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的亲妹妹呢 停 打住 从今天起 我不是你哥 你也不是我妹妹 去找你那两个哥哥也 大哥 我求求你别看我走好不好 鬼 你 你怎么回来了 大哥 我不是想你们了 所以回来看看 想我没了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你 你这什么情况啊 阿哥 我这都已经怀疑六七个月了 我就比较想家 我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我老公过一段时间 会回来接我的 阿哥 我想在你家住一段时间 什么 还要住一段时间 哼 燕子 这是你老公不要你了吧 啊 进个人丢人 我告诉你 我家没地方给你住 阿哥 没有 我真的是想你们了 我再回来看看你们 哎呦 还想我们了 燕子 我就在奢励你了 这村里人该怎么说你啊 啊 你啊 还是赶紧给我滚的 二哥 这别人不相信我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清楚 我怎么清楚啊 啊 燕子 你都出去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清楚你这为人啊 谁让你们干出来什么事啊 二哥 我没想到 我都那么多年没有回来了 我以为 我一回来你们会很开心 没想到 你跟大哥居然这样对我 你们也太让我心喊了吧 啊 大哥也这样做了 那大哥做的对啊 啊 我告诉你 我家连狗窝都不让你住 赶紧我滚呢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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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三哥 燕子 三哥 你又多少年没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死外边了呢 三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这从小你最疼的就是我 我以为你见到我会很开心 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呀 行了 以前小 不懂事 现在谁不这样 三哥 我可是你唯一的妹妹 臭我回来了 我想去你家住一段时间行吗 什么 你想什么呢 这我还没结婚呢 你如果来我家住 不得拖累我 有谁敢嫁给我 三哥 怎么了 你们兄弟三哥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亲人呀 哦 听你这样说 他们两个都没让你去呀 那我更不能让你去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小 就以为我最傻 告诉你 不可能的 三哥 我就住几天行不行 行了别说了 我给你啊 没这么好说的 打牌去了 三哥 三哥 我该去哪啊 我能去哪啊 我该去哪啊 没想到 他们现在去阿奴美亚了 妈 我喜欢你 我该去哪儿呀 这里虽然有我的亲人 可是他们一个一个都嫌弃我 妈 妈 我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很累 姑娘 你怎么了 阿姨 你不知道 这我们兄妹四个人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出去了很多年 本来想着回来 跟他妹妹好好亲亲亲亲 没想到 我那三个哥哥竟然嫌弃我 把我赶出了门 都不让我回家 姑娘 听你这么一说 也挺可怜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 姑娘 给 这个馒头吃吧 吃了 忘掉那些 不开心的事 谢谢你阿姨 没想到 你给我 背心背骨 还对我这么好 是吧 姑娘 姑娘 你在这吃吧 我去那边找点吃的 阿姨 你等一下 怎么了 姑娘 阿姨 这你为什么一个人出来找东西吃呀 你 你没有家人吗 姑娘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的公司破产了 我老伴和我儿子都离我而去 阿姨 我 我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什么 阿姨 没想到 你也是个可怜的人 跟我的差不多 是啊 姑娘 我们呀 真是透明相连 阿姨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本来我这一次回家 带了五百万 我老公 上午 给我那三个哥哥 平分一下 没想到 他们三个 根本就没有等到 我把这些话说完 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这些钱 我看也不必给他了 阿姨 我这张卡里有个五百万 你还是拿着这个钱 回去 把你的公司 重新运作起来吧 你看 你都那么可怜了 你还把你唯一的馒头都给我了 阿姨 像你这样有爱心的人 我相信 无论做什么事 都一定能成功的 你拿着这笔钱 去创业吧 这 拿着吧 姑娘 行 这个钱 我先拿着 这样好不好 算你入股 咱们两个一起干 行 阿姨 走 大哥 你说这次咱小妹回来 怎么大个肚子 谁知道呢 估计这么多年 在外边生活不减年 以后谁也别说认识他 行 行 你这外面 谁的 你好 啥 啥 你别乱叫 谁让你哥 燕子老公 什么 你说 多少钱 五百万 妹妹 你放心 我肯定会把我妹妹照顾好的 你稍后回来咱俩喝点 忙着吗 行行行 那行 你忙吧 什么五百万 燕子的老公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燕子带过来五百万 五百万 这真的 还能讲吗 电话刚打过来 小妹呢 小妹呢 这谁是 这找着了 快快快快 找到了没有 没有 没有啊 这他去哪儿啊 这 怎么知道带五百万 这不捏他了 给他再去看看吧 走走 那里又可以 没有那里 大哥 快 走走走 小妹 小段 干哥回家 快走走走走 回家 哪里是我的家 哪里有我的家 妹妹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三个是你哥哥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呀 就是啊小妹 你带了五百万回来 怎么不早说 就是啊 你要早说了 我们能赶紧走吗 我们家都是地方 走去我家住 行了吧 我的好哥哥们 我说你们的态度 为什么转变了 原来是知道 我有钱了 现在来认我这个妹妹了 你们早干嘛去了 妹妹 话不能这么说呀 你说你挺着大肚子回来 是个人他也得想多呀 我挺着大肚子怎么了 我就不能结婚生孩子了吗 再说了 你们一个一个 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 妹妹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结婚了 你不得请你的三个哥哥呀 大哥 我知道 我做这些 做的不对 你责怪我 也是应该的 我本来想着 小时候 你们三个最疼我了 回我付出了 也有很多 所以你妹夫 再让我回来 泰了五百万 来弥补你们呢 没想到 你们一个一个 居然是这样对我 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笔钱 也不会给你们了 我已经 给这个阿姨了 你们几个 可是我的亲大哥 对我 还不如一个陌生人来的好 什么 妹妹 你脑子有病吗 咱们可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呀 老太婆 你谁呀 把钱给我 就是啊 哪来的老婆子 就是呀 你把钱给个陌生人 老太婆 把钱给我交出来 你们闭嘴吧 这是我的钱 我爱给谁给谁 现在我有钱了 我是你们的亲妹妹了 没有钱 我什么都不是 在你们眼中 只有钱 以后你们几个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们就自生自灭吧 我没有你们几个大哥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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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办 这 哎小妹 完了 这 这倒数多钱飞了 大哥 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呀 老二 老三 你们不觉得咱们做的太过分了吗 咱们的眼里只有钱 没有亲情 在这个世界上 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咱们不应该把钱看得这么重的 这都是咱们自作自受啊 以后咱们做人啊 可不能这样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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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